好 大家好 焦點視頻 李應聰風水命理節目的時間 迎光幕繼續見到我們的李應聰師傅 Hello 大家好 上兩集都跟大家分析過《地武經》 《立春》的《八戒》和《香港八戒》的反應 今集跟大家說一些我們很關心的人物 這個在大家眼前是一個女命 這個就是我們的特首 林鄭 因為我們要分析一個香港的八字 還是比較宏觀 我們領導人一定要去推測究竟他的運勢如何 再將他綜合究竟有沒有一個變化的契機可以走出來 大家可以聽聽 盡可能我會說得比較淺白一點 讓大家了解 這個年份 林鄭有年出世的 丁有年越智越 越有人 當然我不會知道他的時辰 但都不要緊的 因為八戰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只要知道他的局勢是怎樣 氣場的重點是哪 就算你沒有時辰 你都大約可以規探到一些起跌 雖然未必可以百分之一百 符合真實的細節 但大趨勢方面來說都不會差得多遠 特別是大人物 是容易可以知道他的走勢 好了 這個年月日 兵有年越智越 越有人 看看他的命局 他是屬於月牧的 月牧的命格 八字入面來說 有很多金器 這個有字是金 這個坐著的有字是金 而這個出生的月份智 雖然是夏天 但還是金長生的位置 這個智有我們叫做半合的金局 但是因為他夏天出生 所以本來來說他沒有辦法可以合到成金 除非行一些大運 是金很重的大運 他才可以化成金器 我們看看這個八字入面 在他28歲打喉 這是大運 每十年一個運 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就是在八字入面走出來的 28歲到37歲 1908年開始 行這個務生 幾有更縮 由1985年開始 行到2014年 到30年 就是肚金的運 這個30年肚金的運 可以令到林鄭這個自由金局 合化成金 所以這30年入面來說 在林鄭的證圖入面來說 可以說是順風順水去報告高升 我們叫了一個重殺的一個結構 因為林鄭的八字的月木是無根的 在這個月月裡面 鼻枝無根 月木在這麼重的金器裡面 它是無法生存的 我們叫做月木的埋金之鐵 沒有辦法可以撲到它的根 一行這些金運的時候 合化成金就會變成順其土金的氣勢去行 在八字裡面來說 金就是代表權力地位 就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28歲打後的30年 走這個我叫做財殺財官的運 就是叫做權力地位的運 所以就順風順水 會有這樣的現象 好了 這個金運就會走到2015 這個辛亥運的上五年 我們一個大運掌管著十年 還可以細分成上五年和下五年 我們把這個辛亥運放上來這個位置 2015到2019這個辛亥就是最後的五年金運 換言之林鄭由1985年開始 走到2019年 其實就是她整個人生的官運走完的時間位 換言之其實如果你說以命論命 林鄭其實她的仕途運 去到2019年就要完結了 雖然運去到2019年完結 但是我們還有留年 留年都可以延續一些氣場 今年2019年幾何年 明年2020年庚子年 還有2021年就是新丑年 因為庚子和新丑都還有金氣在 換言之就是說如果強行拖下去 其實林鄭是不是真的一定會下台呢 很多人都希望 其實如果在留年裡面看來講 這個是不一定的 不是百分之一她一定會下台 因為雖然她的運已經走完 但是留年還帶了金氣給她 就是說她有機會可以 我們叫做狗言殘喘 我們叫做狗言殘喘 就是從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因為她的運環境已經不給她了 帶運和留年 帶運就是一種環境 留年就是一個環境裡面的人事物的氣場 環境已經給不到一個管治的環境給她 即是說就算她真的可以拖到2021 因為剛好不太巧 我們五年一屆特首 2022年就是選身特首的時間 即是說無論如何 怎樣都好 下屆特首一定不是林鄭 100%肯定的這件事情 她是沒有辦法連任的 問題是她有沒有機會提早下台 好像董伯伯腳痛呢 因為2019年這個大環境 已經不利於她從政 不過留年還拖著那些金器 令到她沒有辦法脫掉了氣場 所以她是有機會肯定拖到2021 這個是不奇怪的 但是因為她已經沒有運 即是她的權力會被大大被削 在氣場裡面就是這樣 因為她的位置可能還要扭著名字 但是真實的權力已經被脫掉了 即是一個公仔 即是這樣 好了 而今年為什麼林鄭會 一個這麼慘的 即是要同情她 為什麼她會有這麼慘的問題呢 我們看回她走這個大運 那個格局原來她變了 因為呢 在1985年開始她走這個 冒生己有更新 這30年我們叫做一個 重殺土甘的運 她會順風順水的 一個重甘的人的人 是順風順水 不需要特別有很厲害的政績 而她就能夠做到某個高的位置 這個就是一個重甘的人生的結構 但是當她走到新海運的新運 五年金運的時候 在這個八字裡面看到 她的運出現了食神制殺的結構 食神制殺 即是說這個運裡面 她的格局就是 她會用她的火 去駕馭這些金器 這個食神就是她的一些想法 一些她的決定 但是因為今年是幾何年 2019年幾何年 這個害字就會帶動了 她下五年這個害字的力量的引動 就會衝她這個火 衝她這個火 這個自火 衝她這個自火 即是說水火雙衝 OK 好了 那水 黑了火之後 火是代表林鄭她所想的事情 她的決定 OK 好了 既然她這個思想智慧被黑 那就是她會做錯決定 好了 那 何其巧合 2019年 這個逃犯條例 在什麼時候最盛行的 就是西力的5月6日打後的時間 就是開始進化得越來越激烈的時間 我們在第一次的大約十幾萬遊行 那時候就是5月底的時間 跟著才是6月9日有100萬人遊行 但是在5月底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有十幾萬人遊行 那時候就是治悅 剛剛就是應驗自害充的時間 就是這樣 就是堅持 堅持 堅持才會有6月9日遊行 她再堅持 才會有200萬人遊行 就是因為她的決定 不停被這個印星所嚇 如果我們一個人性格來講 就是說 當你給一個印星 因為印星是生日元自己的 即是加強自己的想法 加強自己的主觀性 所以呢 她是須在 在8月中 會見到 她是須在一個爭氣 一個爭氣 這是第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 就是說 這個水是印星 那 林鄭的印 印是什麼呢 印是代表老闆的意思 那林鄭的老闆是誰呢 那當然是中央 對嗎 對 就是說 這個印星 亦都令到她 沒有辦法做到一個好的判斷 的其中一個元素之一 就是可能 這個純粹是個人推測 和八字無關的 對 譬如就是說 可能我想 撤回 一早已經想撤回 這個逃犯條例 可能 叫爺不及 是不是 那我就沒有辦法做 因為我沒有老闆的 大哥 不是我想怎樣就怎樣 可能都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都不出奇 對 總之就是這個自害充 就會令到她的決定 失誤 所以就會觸發到 今時今日這樣的問題 嗯 好了 而呢 2020年庚子年呢 我們見到第二個 金器出現 就是這個庚金 這個庚金呢 和他的大衛的新金 是陰陽不同的 庚是陽金 新呢 就是陰金 來的 即是呢 如果我們在一個命令的屬語裡面 來講 我們叫做官殺混集 我們叫做官殺混集 OK 那代表什麼呢 代表我要依奉兩個管理權力 這個月牧 是我 我是林鄭 這個身金 代表我自己的管治權威 但是 2019年之後 我掉了 我的管治權威 2020年呢 會有另外一個 更金上場 OK 那就是說 我的管治權威呢 我是多了一個我要去處理的東西 那就是說 如果譬如假設之間 當然他是有機會 2020年呢 就 我下台 那就 有另外一個上場 是吧 但是 因為那個金器 也都會令到他的官位 沒有辦法完全脫掉了 所以 是有可能就是說 我雖然繼續是拿著特首的命 但是 可能呢 就是說 會有一個人 我是要完全完全聽他的話 就是我沒有了一個真真正正的自己的管治權 這是第一個可能性 在白帖裡面的反應 第二個就是說 可能我需要 沒有辦法去面對這個社會的動亂 或者情況 因此我需要有藉口 可能放大假 或者放病假 然後 會找一個人暫代特首 因為他是暫代的 我也是真正的特首 來的 也都會反映到 好像這個官司運輸的一個形態 都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你說 是不是林鄭一定會 真真正正正 明正言順下台呢 這個是沒有辦法肯定 但是無論他下不下台也好 都明顯看到2020年 他已經沒有了實權 是 這個是反維在白帖裡面 要反映給大家聽的現象 OK 師傅 我即興問一條問題 希望你不要下一條 我經常都覺得 雖然更硬真一個人也好 其實都不希望他死 當然 但有時坊間 我聽過有其他網台 有一些論述 他說了 其實林鄭 可能他前陣子發生了一些事情 你知道 有秘密錄音帶流出 隨時有機會 我告訴你 在這幾年 這兩三年內 因為某個高官看他不順眼 就不是借他 直接借他 這個機會 如果你說在留言裡面 看不到有這麼嚴重的現象 反而呢 2023年 它有個大空的現象 剛才上集我們講過 2023年香港有一個大的動盪 是嗎 原來這個動盪 如果你打開建制派所有的人 去看 原來應驗在很多人身上 這是2023年的動盪 是嗎 對 沒錯 2023年就是這個桂馬年 這個桂馬年 對林鄭來說是一個很不利的留言 這個桂馬和他的年份 兵有天黑地衝 好了 天黑地衝 好了 我們所講的 八折術語裡面有一個說法 叫做毛巾派有巾 本身呢 林鄭這個月木 他是毛巾的 所以他可以順其土金的氣勢 去行一個 三十年的順風順水的從政運 但是2023年 他的月木就通巾了 他的月木通巾 海貌匯木局 這個海貌匯了一個木局 月木通巾 一通巾的時候 就要跟他的命局裡面 金木交戰 火金交戰 全部打到戀神龍 不要說官位 就是說健康都不好 就是說健康都不好 所以2023年才會是一個 林鄭比較大空的一個流年 所以如果你說 坊間的推測 林鄭會不會有些會被人暗殺 暫時看 機會比較微 始終沒有了一個時辰 沒有辦法 可以很肯定 例如說 連月日三處裡面 暫時在一個霸劫裡面 還未看到這個現象 好 我最後都包底說回他 真的 不喜歡一個人也好 其實都不應該希望他死 當然不會遷就死 他都是打份工而已 我們簡單來說 打份工 有些事情 就不是一個打工仔 可以完全全決定 而因為他的身份的關係 也不像跟我們一般人 我們一般人做經理 我的想法跟老闆 不一樣 我拼不拼 但作為一個特區政府的領導人 並不是這麼簡單 說你不拼就可以不拼 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這就是以命論命 大家可以作為一個插槍 師傅 我最後點題說一說 我看到你說 剛才你說的 2023年 原來很多建制派的人 其實都是一個不好的漏年 我立即就Google搜尋 原來2023年是區議會選舉 又是一個很混亂的情況出現 2023年是一個政府管治權威 會受到一個相當大的考驗 那個考驗會比2019年更大翻倍 就是2019年只不過是一碟菜 上羽豬的部分 主菜其實是未出現 主菜在2023年 我們回到不同的陣型 如果你說我是支持政府 這樣的情況 那你就要順便在2023年 如果我是支持抗爭的話 你最好的時機是2023年 兩邊都是 大家都要有個心理準備 知道 我覺得這條片我們一定要記錄低 四年之後我們拿出來 絕對很有價值 看看2023年 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當然我們都身為香港人的一份子 不是我們希望2023年 有什麼大事發生 只不過始終就是 我們人的力量有限 我們是會受制於大自然的太陽氣場 因為八字的原理 其實就是太陽射到一個位置的時間 那個磁場的力量 你沒有辦法可以避免 最多就是我們怎樣去遷就它 我們順應大前的位置 找一個可以生活的位置給自己 可以生活得舒適一點 那2023年動緣比較多 無論是不關政府事也好 就算沒有政府事的問題也好 2023年也有很多的戰窩 或者是病毒 大家要留心 好的 那今集的時間 我們超會的事 那我們多謝李應聰師傅 好 那我們下集就和大家分享一些生肖運程 好 拜拜